大家好 文內地最新的經濟數據不太理想 加上美國政府持續停擺 港股終結了六年升 最多跌四百多點 行指超早低於107點 之後跌幅逐步擴大 失手一條一百天線 最多跌超過470點 低見是26195點 午後回來在26200點的水平增持 暫時成交率是570億多 我們先看看健康 今天都是根市回 最多跌近百分之二 一次過跌穿了五十天和一百天線 然後我們馬上找來今天的嘉賓 麥穎儀就是Janny和我們聊一下 Janny你好 大家好 為了進行金融行業改革開放 內地銀監會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 其中包括開放外資在中國的銀行和保險業持股 不過銀保監會日前公布 去年年底指 內地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達到1.89% 有大行預計今年這個比率將會進一步上升 而且銀行的資產質量表現會差過預期 其實現在你建議應該怎樣部署內銀股 是啊 看回內銀股方面 近期的表現都是一般的 看到大幅還了一段時間 看回939的股價圖的話 其實看到已經連續六七個月左右的時間 保持著在六、七元這些水位上落的了 相信之後也會受消息刺激的影響 可能會有一個爆邊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裡也提供了call和put卵 給大家做一個部署 加上明天就會是剛準正式實施的第一天 也都要看回市場的反應是怎樣的 究竟消息有沒有完全反應 明天就會有一個獲利回吐的現象 也要看回大家對於後市 對於浪人股的一個資產質量 等等的一個判斷是怎樣看的 如果看好的話 就可以留意11807的健康認購證 行駛價是7.18元 實際槓桿做10.6倍 當然看淡的投資者也可以留意 17996的健康認購證 行駛價是5.4.5元 實際槓桿做7.5倍 好 之後我們再看看拖低大市的重磅股 騰訊 今天斷了三年升 一開始已經是失手了330元 開報329.6 午後回來就直接跌到320元邊 市場就繼續關注 騰訊什麼時候有遊戲獲審批版號 其實近日騰訊的好淡倉資金流是怎樣 還有它今天的股價也算是稍微回一回 你又看是不是適宜追溝博反彈 看回即市的資金流 其實過去幾天 其實大家 北水是繼續買騰訊 但是看到港股投資者 其實就比較偏造淡騰訊為主 在騰訊的投資也算是比較活躍 我看回股價方面 其實連續兩次試探335元這些位置 其實騰訊都有一個明顯的回落 這次也不例外了 試了335元之上 也看到今天有一個小福的獲利回吐 或者是掉頭向下 究竟後市是怎樣走 也要看回後市的資金流是怎樣承托 也要看回騰訊後面的消息 會不會是有好轉 如果看好的話 也可以留意騰訊的呼籲26856 行駛價是350元 小小杠杠杠杠有7倍 看淡的話 也可以留意27128的騰訊應孤症 行駛價是300元 小杠杠杠做5.6倍 好 之後不如我們看看有什麼觀眾問題 看到有觀眾關心油股 我想問883中海油是否可以墜撥 看見今天883的跌幅 都比較顯著一些 是超過4% 油股 Janny 你又怎樣看 有撥不撥得過 其實油股在去年2018年的時候 其實都是相對一個表現比較強勁的板塊 但是見到今年年初至今 其實受到這個旗油價格下跌的影響 持續都有一些利淡的消息在影響著油股 而883和857 兩隻中資的石油股 相對來說是跟得比較貼過旗油的走勢 所以說想在這個時候打開一些投資 亦都是有一定的直撥率在 好 之後我們再看多條觀眾問題 有觀眾想關心小米 很多人都在問小米能否進入可以怎樣部署 看回來小米早前的股價 都是不停創上市的新低 我看到周世平人問一下 小米現在是否可以入市呢 有些人就問一下 今天小米又下跌了 又能不能進入 你又怎樣看小米 好不好薄反彈又值不值呢 其實小米真的要兩看 因為之前一段時間 其實在它剛剛做IPO的時候 大家都比較看好 但是其實從後面的業績 或者是一些它的公司的一些合作的事宜來看的話 暫時都沒有一些比較大的利好因素去刺激它 加上之前也都是有一個減持的一股浪潮在 所以見到它的股價 也都是由這個招股價一直急跌到現在 大概去回10元左右這些水位 如果是對它的後市比較看好 想長期持有 也都可以在這個時候 適當控制資金這樣 入了一些call去薄反彈 但是如果當然不看好的話 最好也都 因為putt的選擇也相對比較少些 最好也都是 手持資金去觀望一下 如果它繼續向下跌 又覺得會有反彈的話 那就遲一點才入市 好啊 不如我們就和Jani談到這裡先 還有想問你有沒有持有剛才說過的股票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Jani 多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如果大家想繼續捕捉卵政市場的新機預測的話 就要繼續留意我們 星期一上午11點和下午3點鐘 法巴銀行特約的法證公房 拜拜 本節目之內容並不構成任何建議 邀請要讓雲游水品賣結構性產品 牛紅證被有強制屬維基制 而可能被提早中止 戒時N類牛紅證投資者將不獲發任何金額 而R類牛紅證之剩餘價值可能為零 結構性產品並無抵入品 與發行人或擔保人無力嘗試或違約 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分或全部應收款項 投資者購買時所依賴的是發行人及擔保人的信譽 產品涉及高風險 價格可急升或急跌 投資者或會蒙受全盤損失 過往表現並不反應將來表現 投資者應注意發行人可能為交易市場唯一流通量提供者 購買前應先了解相關風險 並查閱基本上市文件 以及有關補充上市文件內的詳情 並諮詢專業意見